月儿 把药喝了 子歇 告诉我实情 我几次要你陪我去见魏美人姐姐 你都屡屡推诿 为何 那魏美人还是不要去砍了 姐姐怎么了 她因为开罪了大王 被大王割掉了鼻子 怎么会这样 据说是男后因为争宠设下的圈套 可不管怎样 大王都不该如此蛮横 魏姐姐 她也是王侯之女 怎可是如草剑 这宫中的女人 哪个不是诸国权势权衡的赌注 即便身为公主 王侯之女 谁又能左右自己的命运 只是这魏美人的遭忌 实在让人扼腕叹戏啊 若是没有美人姐姐 援手搭救 我的命早就没了 可如今姐姐遭难 我却束手无策 估计宫中只有你在真心为她难过 多少人都认为只有别人死 自己才能活 今日是他人死自己活 明日就是自己死他人活 有什么区别 姐 我不要过这种日子 赶完姑姑 前不久有个魏美人住在这昭华台里 你可知道她的去向啊 还魏美人呢 鼻子都没了 活脱一个丑八怪 姑姑可否告知 我在何处能找到她 婢子不知道啊 这远近处处亭台楼阁 看起来好风光啊 谁知道哪日就成了冷宫了 还这个美人那个美人的 今日可能是掌中的珍宝 那明日呢 就是落地黄花喽 既然姑姑不知道她的下落 那能否让我去她的寝宫看看 不认为她的 想去就去吧 大王有令 这里边的东西啊 早就都清干净了 多谢姑姑 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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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儿 月公主 昨日魏美人在冷宫自杀死了 在下特意来祭奠太仙 这不 看到他留下的排销 毒丝人 有些伤感 岳公主 张子与魏美人曾有交集 没有 张子何时 变得如此多愁善感 虽说魏美人与在下素媚平生 但魏美人毕竟是因我而死 不是说 那是南后郑绣的手段吗 给南后出谋划策的郑氏在下 张子 这次魏美人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害她 并不是张仪要害一个弱女子 只可惜她是屈原和昭阳 搞合纵联盟的一枚棋子 就算她是棋子 又爱你何事 张仪与人有过约定 不得不借魏美人鼻子一用 卑鄙 卑鄙的不是张仪 魏王和昭阳身职褚王 攀徒酒色将魏美人送进楚宫 屈翼奉城他们才卑鄙 张子 我和姑姑当初搭救你 是把你当成了君子 张仪做事有谋略讲黑白 但从来都不是君子 我知道 月公主在气头上 此事说什么都不用 但希望将来有一日 月公主能明白在下这份不得已 好 这 不用说了 你我交情到此为止 再无须交往 月公主 请转告姝公主 秦王已经带着聘礼回到颖都 姝公主 难道不想和秦国大王 再见一面互诉忠诚吗 见不见 关你何事 你我交情到此为止